碳水 今天我們要到哪裡來挑戰10個小学10個經典呢 今天我們來到內湖 可是內湖不是住宅區嗎 真的是情敵之外 太少看這裡了吧 好吧 那現在早上9點15分 我們趕快開始吧 GO 第一站我們來到哈提手作三明治 這裡的三明治和一般早餐店的不太一樣 是用兩片慢煎的韓式吐司夾住餡料 份量幾乎和漢堡一樣喔 我點的這個是杜梨鮮蝦的蛋吐司 杜梨鮮蝦做三明治也太酷了 對啊 我要趕快來吃囉 他使用的杜梨是罐款的杜梨 配上很多汁 新鮮的蝦子吃起來很特別喔 我點的是BBQ牛肉起司蛋食汁 這上面還要撒一點白雞嘛 這張起司真的超讚的耶 哇 是洛宇松耶 吃飽了我們來到被法國世界報選為世界最美公園之一的大湖公園 雖然我們這次的交通工具是機車 不過如果搭捷運來可以搭到大湖公園站二號出口 走出來就是大湖公園囉 對啊 非常快速和方便耶 這裡有超大片的草皮和湖面 很多人家日都會帶小孩來這裡野餐等等的 哇 好大的福洛 果然叫大湖公園啊 Janky 你為什麼又帶我來公園呢 啊 我又沒有帶你來看這個的 啊 因為都還沒有開耶 我不能當Sakura女孩了 對啊 我在Google上面看評論的時候 大家都發櫻花的照片 結果我們到了現場櫻花都還沒有開耶 我們來的時間是一月中 應該再晚兩三個禮拜櫻花就會盛開了 對啊 而且從一月29號到二月28號 還有樂火夜營祭 從晚上五點半就開始點燈 應該也非常漂亮喔 欸 Janky 現在天氣比較好熱喔 好 不然去買飲料吧 接下來我們來到內湖限定手搖專賣飲料店 來樂夢 我們點的是巴勒來樂 試用天然的巴勒和檸檬搭配 完全是真材實料的喔 超級好喝的 給他一個讚 欸 Janky 我肚子好餓喔 你要帶我去吃午餐了嗎 現在沒辦法舒服喔 那我可以帶你去一個充滿一堆風的餐廳喔 這家叫歐陸歐陸夏威夷餐盒 整體都是以夏威夷的風格為主 欸 阿你覺得是什麼 來到夏威夷餐廳要點的當然是香香奶油蝦夏娃娜 雖然來到一股風情的餐廳 但是這裡的餐盒都是屬於健康餐盒喔 很適合附近的上班之前來享用 那我要先來試吃看蝦子 它的蝦子味道真的是很新鮮 而且份量又都超搭的 很讚喔 我點的是一份檢查的話 譬如說這個薑可以加牛肉跟生菜 我現在就把它淋下去 它這個價錢不是說特別便宜 但是它的份量蠻多 牛肉份量也很多 我們現在來到清香休閒農場 我們現在來到清香休閒農場 我們現在要來採草莓 結果老闆說草莓要等到人消節之後 可能平日才可以採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 番茄園 滿滿的番茄 老闆說這個要轉一轉 就採下來了 那我去看還是妳去看 好啦 她我去看還是你去看 變成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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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市 這裡從入口處到圓絕瀑布只要550公尺 整段路都平緩蠻好走的 一個小時內就可以輕鬆來回喔 欸Giki這裡站我們來到哪裡啊 這站我們來到白石湖吊橋 紫色的吊橋就像一條紫色的龍 從上方看下去可以看到美麗的白石湖地區喔 欸Giki你的車在旁邊耶你要走去哪裡 沒有啦我們下一個點三分鐘到了 蛤真的假的三分鐘才泡好一碗泡麵耶 真的啊走啊走啊 這也是畢山遠視內湖很有名的景點 可是我自己覺得台北很適合看夜景溫夕陽的地方 影視區不遠又有廣闊的視角 可以看到101它賣出來一條二條 今天因為挑戰10小時吃進來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完夕陽就先離開了 這家是相對平價的日式火鍋店 價位大概從250到650都有 湯頭的部分非常濃郁清甜 醬汁的部分是特調的醬汁 除了沙茶之外還有一點胡麻醬和芝麻的味道 現在是6點43分 今天的10小時時間點挑戰成功 而且我們出去玩好像從來都沒有討論過要去內湖了 對啊可是你看像今天我們在畢山遠看夕陽啊 或是剛剛火鍋都蠻好吃的吧 對啊對啊 不過還好我們早點去 因為大概6點多的時候人就已經都客 如果大家下次想去內湖的話 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這樣子玩喔 那如果想看更多我們玩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掰掰 吃飽了我們來到被法國世界報 選為世界最美公園之一的大湖公園 等一下大湖公園玩 我們這時的角落